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新版本最新消息 元神4.7克洛琳德最新消息 或将是大雷神 深渊13层开启 600元石奖励 元神4.7版前瞻克洛琳德技能 命座 天份详解爆料 4.7版本中将会开放新的深渊 一共是10层 冲关后玩家和积累即可获600元石的奖励 是对两个位置可以轮替 此外,在后续的4.7卡池中 新角色克洛琳德的定位 目前看来是一个战场主席 理论上是不排斥计划反应 战士雷火的收益则是更高 4.7克洛琳德的卡池中 也会有超神四星辅助角色下卧磊陪跑 克洛琳德大概率是大雷神了 雷火限定版 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了 元神克洛琳德的料 内鬼爆料中唯一一个最详细的消息 众所周知 克洛琳德是4.7版本的角色 但就在刚刚有内鬼爆料出了 关于克洛琳德的详细数值集母版 这些爆料存疑 不知道李是否也这么觉得呢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克洛琳德 单手剑 定位全属性伤害府 前台苏切C 重击附带一次荒性充能攻击 一技能 最向中罚 克洛琳德向前突刺 上条被攻击的角色 并为敌人附加深罪 debub 处于深罪状态下的敌人 获得荒 盲两种不同属性的罪状书 分别用盲 荒来判决敌人的罪状书 当荒属性罪状书被判决 降低周围角色全属性抗性25% 并造成一次大范围雷属性伤害 持续8秒 当盲属性罪 装书被判决 恢复全队角色能量8点 并提升全队伤害 造成范围持续雷属性伤害 持续8秒 Q技能 实际判决 克洛琳德展开决斗领域 领域内敌我双方行动速度 加快25%攻速 移速等 且无法被护盾所覆盖 持续15秒 切换角色或释放元素战技时 将持续扣除自身最大生命值 80% 提高当前角色 40%造成伤害 持续8秒 持续期间 无法再次成效 两种效果独立计算 克洛琳德在领域内时 1技能极大幅度减少冷却 天赋1 决斗之星 克洛琳德释放1技能时 下时攻击将属于 无法被命中状态 天赋2 不屈审判 克洛琳德的攻击力提高 随着以损失生命值提高 而增加每1% 以损失生命值 提高2% 生命值变动时 获得一条的代理证识 每条代理证识 额外造成84攻击力的倍率伤害 每0.5秒 最多获得一条代理证识 最多保存3条 角色普通攻击和重击 元素战绩 会为角色誓言 分别由元素战绩 普通攻击和重击 宣告代理证识此外 角色生命值低于50%时 获得40%伤害减免 命座1 1技能使用次数加1 命座2 获得能量修后 克洛林德获得50的充能效率 和50的雷属性伤害加成 命座3 6加3 命座4 克洛林德生命值变动时 提高前台角色10爆几率 和15爆击伤害 该效果后台也可以出发 命座5 1加3 命座6 克洛林德造成伤害提升40% 且1技能命中后或闪避后 下时普通攻击 额外附带一次荒属性攻击 重击额外获得一次盲属性攻击 两种效果独立计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